今次跟大家講一下 Leica的術語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講講就是Leica的術語 很多時候 尤其初初入門的新手 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你們經常講的 E-58 鋼嘴 Widget 縮頭 那些什麼來的呢 好像一堆柯子密碼 完全是課聲文來的 今次跟大家去講講 這些常用的術語 令到大家伸手變老爵 不打得都講得的 大致他們的意思是什麼 鋼嘴 鋼嘴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這個呢 會不會是這個呢 你心目中會想到些什麼呢 那鋼嘴呢 其實是講的 Leica M 35mm 1.4光圈的第一支鏡頭 那因為這支鏡頭呢 它那個 Ring那裡 那裡 那前面的嘴那裡 那裡 就是銀色的 那好像那個 鋼那樣 那麼紮實的 那所以就叫做 Steel Wim 鋼嘴了 什麼叫縮頭呢 原來一支鏡呢 可以縮到下去的 好像我現在這支這樣 因為那時候呢 是就著呢 輕便 所以呢 早期的 52光圈的鏡頭呢 或者是 52.8啊 53.5啊 都是有這樣的設計的 是可以縮到下去的 那縮到下去有什麼好處呢 整體來講 所以呢 52 這支版本呢 是縮頭來的 那接著再出的版本呢 那就變成叫做 Widget 一個鏡頭 所以Widget就是這樣來的了 6枚啦 7枚啦 8枚啦 甚至乎有九妹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是不是大家族來的呢 但是為什麼只有女 沒有兒子呢 那你覺得很奇怪 那是不是有 六弟 七弟 八弟 九弟的呢 又沒有啊 只有阿妹的 那原來呢 這個是日本開始叫起的 那時候呢 叫就是 綠梅玉 六塊玻璃的意思 七塊玻璃的意思 八塊玻璃的意思 九塊玻璃的意思 那因為呢 那麼多支鏡頭呢 很多時候有不同的版本 譬如說 六七八妹 其實大家都在講一支呢 35mm 二光圈的鏡頭 那大家的款式不同 我想去區分一下大家的版本 是什麼來的 就是因應鏡片的不同呢 去這樣叫法 那至於九妹呢 就不是352來的喔 是第一代的28mm 2.8的鏡頭來的 PA 什麼叫PA呢 P 就是之前的意思 A 其實是說AS pitch AS pitch 又是什麼呢 AS pitch 是一個非球面設計 是令到整體的畫面 光暗平均 所以 PA 其實是說一個時期 就是說 這個AS pitch 之前的款式 就叫做PA 這樣的意思 什麼叫E500呢 Leica呢 很多時是用 Filter的size 就叫做一個 E什麼 比如說 其實是說 58mm size 的鏡頭 它的口徑58的 那麼呢 其實呢 58的鏡頭呢 就很少的 那麼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呢 就是Nautilus 的50mm 1.0 第一代 那麼很多時候我們 簡單點去叫它呢 其實就叫它去做 E500 那麼 大家玩開的就明白 E500 原來你在說 夜神啊 講開夜神 那什麼是夜神啊 那麼呢 原來呢 夜神 就是說 越夜越神 那麼有兩個說法的 有人說 這支鏡頭 是用一個希臘的 神 一個夜晚的神 的名字 你明不明白的 那麼另外的說法呢 就是說 Naut 其實呢 是講著 夜晚的意思 也是夜晚的 Lux 其實是光 Nautilus 就是夜晚的光 這支鏡頭呢 設計來呢 就是給夜晚用的 又或者呢 在低光的環境來用的 所以呢 這支鏡呢 在低光的環境的表現呢 是很驚人的 所以呢 就越夜越精彩 變了夜神了 那麼為什麼叫聖光呢 就是講著 鋼咀的其實 因為呢 鋼咀有個 這個特質呢 就是在傳開光圈的時候呢 尤其好似我們 穿了白色衣服啦 那麼呢 光的位置呢 你會拍出來呢 好像聖人那樣的 那些光呢 很漂亮的 鮮氣很重的 那麼呢 所以呢 就叫了這支鏡呢 做聖光了 那麼 其後呢 又有人呢 會叫了呢 之後那款 351.4呢 就是我們叫的PA呢 又叫它做聖光 那麼其實這些都是一些花名來的 跟著說 雙飛 什麼是雙飛呢 兩隻小鳥 飛也 雙 是兩個意思 真是沒錯的 飛 是飛球面的意思 就是兩塊飛球面的玻璃 那麼最出名的那支呢 31.4 Asperical 那一支 那麼那支呢 一有兩塊飛球面玻璃 那麼我們呢 通常呢 形容那支呢 就叫雙飛的 那麼其實呢 除了那支之外呢 其他呢 都是有兩個飛球面的 但是那些就沒有那麼出名 那麼所以呢 多數人 叫雙飛呢 都是指那支的 那麼譬如說 51.2的初版 其實它都是雙飛來的 不過它沒有提及到 好了 講完35 50 現在講到這90mm的鏡頭 喏 90mm鏡頭呢 其中一支呢 很出名的 就是大頭狗 那麼呢 頭很大呢 其實都很大大的 因為這支鏡呢 就90mm二光圈 二光圈 九十來講呢 算是大光圈的 那麼 為什麼叫大頭狗呢 那我的理解 這個不是我改的名字 就是說呢 這支鏡呢 周不時呢 是拿來拍 人像啦 拍大頭啦 那所以呢 拍出來的照呢 就是大頭一點的 那就大頭狗啦 好 好 我們繼續狗下去 跟著呢 就是 肥狗啦 這支就是肥狗啦 你說 喂 這支肥狗 都不夠這隻大頭狗肥喔 那麼它又何來肥呢 那麼其實這個是比較式的 那麼這支瘦一點 這支叫瘦狗 那這支就是肥狗啦 那麼還有一支狗呢 是自己給大家看一看的 那雖然不貴啦 小小一支啦 那所以呢 又是小小一支 又不貴 那麼這支其實呢 是一支90mm四光圈的鏡頭來的 那麼我們叫它做 整支棍仔這樣 狗棍咯 那還有一件事呢 是這個啦 這個是什麼 Badpink 不是 是Badpink 這個是黑色的油漆的意思 黑漆 我們叫它做黑漆 其實 拉卡的黑 又分了兩個 最基本 一個是亮黑 一個是雅黑 那麼這個亮黑呢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亮黑其實真的是油來的 裡面呢是黃銅來的 好 那麼呢 是亮黑色的 那麼這個呢 就叫Badpink了 那麼 Repink又是另外一樣東西來的 那個沒有標準 我不講了 喏 今次呢就簡簡單單 跟大家講了一些關於 關於 拉卡的術語 那麼這些術語呢 其實呢 一般的情況都夠用的了 那麼如果你有些 我是沒有提及到的 你可以 在下面留言呢 講一講那個是什麼來的 其實呢 很多這些都是一個花名來的 可能一個圈子裡面 拿來講的 未必說 所有人都會 是同一個講法來的 那麼所以呢 是有參差的地方 不過當是一個興趣的分享呢 我都覺得不錯的 喏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